紮鐵工潮踏入第17日 幾百個紮鐵工人今天載到 吐瓜灣天干道地盤聚集 高轎爭取加薪和減工時的口號 工會表示為紮鐵工人成立的支援基金 已經成功籌得大約46萬元 工會下午開始向易登記的工人 每人發放300元的資助 大約900個工人受惠 另外一批紮鐵工人代表 下午到位於中環的地產建設商會請願 On.cc 記者吳少宗會到